苗栗白沙屯妈祖23号抵达北港 而第一个住驾点也就是北城派出所 一大早就涌入了众多信众 今年因为参乡人数爆满 以往都很准时的白沙屯妈祖镜像队伍 首次出现了延迟的情形 一直到中午了这妈祖联叫才顺利住驾 大排长龙的队伍更是把整个北港市集的水泄不通 而如此的盛况也为一年一度的镜像活动写下历史 白沙屯妈祖镜像队伍即将抵达北港 大批信徒聚集镇内第一个住驾地点北城派出所 要供与妈祖软教到来 大批信徒聚集镇内第一个住驾地点北城市集镇内第一个住驾地点 北港人都遇到最烈情的心情 来欢迎我们白沙屯妈祖与我们所谓的安全家 今年天气也稍微落后 苗栗通宵到北港两百多公里 只用三十多个小时就要走透 但今年进香行程相当具有挑战性 今年要到三十二小时之内完成 所以就是一整个在集行区 要约到下雨 对然后所以那个整个身体非常湿呢 情况之下就觉得非常的辛苦这样 不过还好一会趁过来了 今年报名参乡人数成长近六成 加上地方信徒非常热情 让以往准时的白沙屯进香队伍慢了时间 近中午才进入北港 这一年一度的宗教盛会 云林县长李靖勇以及地方多位长官贵宾也到现场参与 云林县有非常丰富的农特产品 云林县也有我们所有的兴趣 可以来多多给我们搞关 我觉得这个就是马祖好的话 已经是深入免息 希望说既求马祖可以保抵所有的 我们这里的信仗 大家都可以身体健康 这个这么好的一个气氛 也希望我们的白沙屯妈祖可以保佑 我们婚姻观能够 大家都是幸福健康 今年白沙屯马祖已经顺利抵达北港朝天宫 预计24号凌晨3点回软 云林县长青想要拜妈祖就得把握时间 7.23云林采访报道